朱宗慶培育了无数的吉乐家 接下来要介绍的吴辛玄就是朱团的好手 他曾经获得国际打吉乐独奏大赛的季军 最近他要举办独奏会 首度尝试 不用乐器反而是拍打肢体 还有身体的不同部位 用这些声音串联成音乐 他说他要挑战没有乐器的时候 一位演奏家要如何用身体呈现另外一个自己 以前比较常是在演奏马林巴木琴这种键盘打击乐 那这场音乐会里面除了键盘打击乐之外 我也加上了综合打击乐 以及这次比较特别的一个是肢体的部分 我们的媒介 我们所表达的媒介其实就是打击乐 我们透过乐器在说话 透过音乐在说话 但是今天如果没有这些乐器 我还可以做什么 这次的曲目就找了一首比较特别的 对 曲子叫做《肢体》 它是一首法国的作品 这首乐曲就是从后到尾都是用我们自己的身体 没有任何乐器来呈现 像这样子 会 会 就是他常常会要用你的手指 然后敲你的头壳的地方 所以刚开始那样的时候我都觉得 每天练完我都觉得就是我的头在瘀血 就把你所要说的传达给观众 就把你所要说的传达给观众 我们要用身体来表演是一件困难的事 比如说对着镜子 有时候自己看说这样的动作好不好看 如果有朋友就会请他说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样做的状态适不适合等等 那大家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子 在这次的曲目当中 其实有很多是跟以往不太 以我自己的风格来讲 其实有一些突破和不一样的东西 上半场我希望它是一气呵成的 对 那就在一开始 一个Tango开场之后呢 就两首跟身体比较有关的东西 那中场我希望大家带着一点疑问跟惊讶跟惊喜 但是在这场音乐会里面 我就是希望可以回到自己 好好的跟另外一个自己相处 跟自己的像影子一样的那一个自己 一起走一走 一起聊聊天相处一下这样子